是什么原因让大学生都出来卖鸡蛋了 当初我爸死不愿意让我回来 为什么呢 他说你外边放在外边大城市的工作不干了 回来要做这个 就是因为它是我们家乡的农特产 来 大家看看 看差评 一会为太宗 我有糖心包奖 这么长的皮肠 卖了大学生家的糖心便蛋 21块8倒数20 师兄做一个默养 这便蛋当你这不能说顿顿都有 最起码你是吃西的时候肯定有这道菜 你有多久没去吃西了 松开 拼上表 诶 拼上表 这箱子上面就写了个团地 什么生产资质合格证 生产保质器的啥都没有啊 我没想到它竟然是一个三无产品 打开看一下 石灰和碱味确实挺明显 但便蛋就是用石灰和石油碱制成的 难免有些味 这也是有人对它赞不绝口 由于一吃正吐的重要原因 牛糖心包奖 打开看看 糖心看是有的看的还不错 便蛋干吃肯定难以下饮 先给它切成半 摆盘 倒入酱油生抽醋 盐和辣椒油 再弄点小米辣香菜点缀一下 有吃西那味儿了 你争尝你皮单裤 尝一下 吃起来香辣Q弹 味道确实不错 当然我的初衣也有一份功劳 带糖心的便蛋口感更好一点 能吃出口味 但个人感觉影响不大 大学生支持家乡特产是不错 但希望先把各种资质完善期权 给消费者最基础的安全感 都可评价